他其實有支出結構上的講義 地方上怎麼樣 地方上的支出結構上的講義 我覺得參與預算的話 我覺得這部分我覺得要先從支出結構部分 去認識所有的講義性到什麼 我們應該從講義性去討論 我們參與所的預算的方法 來的進行 因為其實我們會提出參與師的預算 就是因為我們對現機的制度 上產生了一個很大的新的感 所以才會提出這樣的概念 然後其實剛剛我們聽到很多人都提出 他們對參與師預算的前景 有一些看不見的 那就是比較迴暗 可是其實剛好你們這些意見 我剛好會想到其實就是說 比如說剛剛有一位小姐就說 他想去團體一個 他想去團體一個計劃案 可是他被阻隔在外面 其實未來可能要施行的方向 可能是在製作面或者在倡議方面 我們要提出的是 增加預算上的團體的機會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如何去形塑成 在一些預算去編列的過程中 有些特定點項目 或是某個程度的點 可以是可以讓民眾參與 那第三個就是說 剛剛有朋友提到說 其實像區長他們其實 可以提出預算 提出概算 因為老師你剛剛講過 概算是兩年之後的事情 所以先提出一個概算給這個社區的 你們自己去規劃一下 明年兩年後可能的預算之處 那其實這裡他們其實有很長時間 可以討論 可是這個是一個民間版的版本 我的意思是說 未來的方法可以變成說 我們還能多一個民間版的預算版本 業務的預算業內的參考 那我相信說 這樣參與部的投入 應該可以讓我們 未來的預算有更多的選項 對 好 我知道你的那個重點 你知道嗎 講好多話 我在學校裡面 交預算已經交了快20年了 那這個 你講的那一套 那個我會在長期我贊同 長期我贊同 因為那個為什麼會僵硬 我剛才有講過一句話 就是我們有很多法令在那裡 那些法令現在沒辦法改 就是說 為什麼會僵硬 公務人員到一定的 你就要給他調 叫做升等 而且公務人員 你不能隨便把它壞掉 那個都要解決 人事會為什麼會僵硬 就是我們的人事制度 一個觀眾說 要把公務人 可以到多少人搭屏 都很難推到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那個東西我同意到 就是說 我可以公務人員 不必這麼樣的一個保障 可是另外有些人 會有不同的事情 這個是比較長期 另外一個法令 衣物支出為什麼都 就是我們剛才所講的 身間障礙的人 你就要給他那麼多錢 教育 國中 國小 你就是要有那麼多錢 因為我剛才講的 地方政府大部分都發在 國中 國小上 大概百分之三支 那些都不能夠動 有些鄉鎮 他百分之八十八九十的錢 都發生在養鄉鎮公所的民工上 但我們這邊是不是可以說 是不是我們可以把鄉鎮的規模 不必那麼小 就一個鄉鎮 你去中央部有時候不小心 打破碎就過來一兩個鄉鎮 對 這個 就是說鄉鎮的那個區域 因為早期為什麼會有那個鄉鎮的規模 就是你騎腳踏車 你又必須到的地方 現在你騎摩摩托車開車 你就很容易就可以到 所以那個行政區域 那個是很大的 那個我們慢慢的來 就是說剛開始從這個 然後把民主慢慢的訓練 然後鄉鎮的同學跟我們講 是時間到了 因為他給我的終點 會只有到這個時候到 好 謝謝 謝謝各位佳穎 謝謝 謝謝 那我想最後的時候 我們就是 一起來 我們跟 來個來個 拍個照 拍個照 大家 大家都不記得 拍個照 拍個照 對 拍個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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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至少 一agu $ 5 3 1 6 囧 5 6 4 伊 15